从前从前在很久以前 有一户富贵人家 这户人家在海边经商贸易 赚了非常多钱 家中的人都衣食无鱼 但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有一个烦恼 那就是结婚多年的他并没有生孩子 于是他四处求生问补 尝试偏方 终于在他50岁的时候 顺利的生下了一个男孩 因为是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孩子 所以这个男孩从小就备受宠爱 几乎可以说想要什么都可以获得 但是所有的游戏当中 他最喜爱的是射弹弓 每次拿起弹弓 飞出去的小狮子一定都能集中目标 有一天他在家门外游玩的时候 听到树枝上传来一阵月娥的鸟鸣 抬头一看 竟然是一只五彩斑斓的鸟儿 于是他决定拿起弹弓 将鸟儿射下 但是他身边没有任何石子 他只好拿起爸爸送给自己的昂贵玉佩 敲碎后放上弹弓 碎片被弹弓弹射飞向天边 但原本百发百中的他 这次却没有打中那只鸟儿 鸟儿也因此飞走了 小男孩虽然觉得鸟儿飞走了很可惜 但因为家中富裕 所以不觉得玉佩敲碎了有什么不对 后来我们用随珠弹雀 比喻这种贵物兼用的行为 而这个就是随珠弹雀的相关小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